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追尼,今天今天我们的全荒98实况解锁 是一批首发八神兵卖,左翁来看,青菜比拼,这次是由芙蓉王对战小菜鸟 来升龙定戒,我们来看八神下巴进手,重手掏起来一个波 哎,继续跳飞反神位,但是差点被勾一爪 我们来看一个波顶过,死亡之爪三尸 自打出两尸来,八神重手前进手,又点上一个葵花 葵花够跳飞,下巴过去跑跑过去,又一个地坡 感觉98做的还是相当平衡的 但是八神依然很狂,下巴青腿偷盗,麦卓现在被打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只怪这个八神防战斗力太强了 直接打晕一个升龙带走,直接进击到了第二场 第二场来看小菜鸟的这个克里斯 其实名字叫小菜鸟,但是他并不是很菜 并不菜啊,还是很,还是一位高手 百合者下巴青腿,八神小腿青腿 一个连续压制下,这一个下猪腿根本就打不到他 直接被钢走 现在克里斯又开动了连续的压制 跳地跳菜地 哎,下盘轻手偷起,下盘轻手再偷 骗他一个闪神吗这是 哎,八神继续让下一波机会 双方是一招一招的带对阵 八神小跳赛,重手梦弹一个小葵 对到板边,继续下盘两点葵花,带一下 八神继续一笔闪身,下盘轻腿 轻手又接一个葵花 哎呀,这种压制方式让对手根本就是无力缓击啊 让对手感到崩溃了真 下面来到了第三场,第三场我们来看小菜鸟的大门 哎,中爪一挠一个底破 中脚踢开,来看八神还是被踢 哎,地雷震一下 大门继续跳地轻手 接摔一个切住反 八神这一次可能是要贵了,这个血量 哎,如果这,哎,重手行进手八重女打空 他肯定是跑不了了 一个天地反带走 直接让我们进击到下一场 第四场 第四场来看芙蓉王的克里斯出场 哎,克里斯一个小跳 大门一笔闪身去寻找机会 钢一下塞地 刚到周连续的一笔闪身 克里斯也在寻求一个爆发点啊 哎,滑布 说话想杀 大门头上扶好像有点太急了 哎,克里斯又不动了 我们说要等他一下 现在正是开始 跳地逆向 哎,跳塞地中手一掏 没有连上被钢了一下 大门很具有激情啊这一次 但仍然被烧了一下 烧到周中手滑布 哎,一把想抓 再抓 这一次他仍然没能逃开 投机的这个抓摔 哎,克里斯继续跳塞地 但仍然被钢一抓 双方又是一个小杀 跑跑过去跳塞地 跳塞地过去一个延烧重拳带走 大家希望点一下关注 在评论区留线的神回复 我们下次见